多谢你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一下这些派走的士兵 你们说过这些士兵不是永久派出去的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你们有没有讨论过任何关于更加永久的一些 在应该是欧洲部队的数据改变呢 我们之后会不会听见这方面的一些评论 我们应该不会即将会给大家说什么永久的部队移动 像你所说的 而且我们的国务卿也知道 现在我们的国安问题 这个安全问题是改变了 就因为普京所做的行动 所以我们要看一看 我们在欧洲永久都要留多少士兵 而且我们要看一看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不过现在我们没有更多的可以跟你说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现在给乌克兰所送的资金 上周你们送了一封信 就是说你们的局长 他觉得国会需要快速的做出这方面的行动 批准这些全新的资金 所以我想问 如果你们延迟了批准这些资金 就是众议院继续延迟批准 那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没有足够的设备 就是如果他们延迟一周两周的时间 不给你批准资金的话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差不多还有 一亿美金还没有送过去 而且没有宣布要送 那我们的局长明确的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是非常希望 得到更多的批准 就是这个月第三周之前 我们希望拿到这些帮助 所以我们不会打扰我们给乌克兰所送的帮助 那当然我们继续请求众议院 来快速的做出行动 越快越好 所以我们不能说在五月底 也没有更多的资金更多的能力 来给乌克兰送帮助 不过我们相信 以我们现在所有的资源 我们还有差不多一亿美金 那这个会帮助我们 把更多的帮助送进入到乌克兰 这个应该延迟到 这个月的第三周 可能是月底左右 所以我们是希望快速 尽快地来批准这个资金 所以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这些帮助 就是没有打断地给他们送更多的帮助 那我们现在所行动的速度是比较快速 不仅是给他们送这些私人的这些东西 而且同时我们也快速地把这些帮助送给乌克兰 每一天我们都把更多的东西送进入到乌克兰 所以我们希望保持这个速度 那下周就是五月份的第三周了 所以就有没有代表 是不是在下周一 如果我们没有批准这个资金的话 你们是不是要停止给乌克兰送帮助呢 我们说的应该是五月十九号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更多的批准的话 那我们就不会有能力给乌克兰送更多的东西 那我们还有一亿美金 我们还有一亿美金可以送给乌克兰 不过呢在五月十九号之后 如果没有更多批准的话 那我们这个会影响我们帮助乌克兰的帮助 这个不代表五月二十号之后呢 我们不会把什么东西送给乌克兰 因为我们现在呢 还在给送之前所批准的东西 不是说在十九号之后呢 我们停止所有给他们送的东西 你们就说你们希望在五月十九号 得到这个批准对不对 对正确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有这个 这个以防万一的批准 保证我们不会打 我们不会打击或者是打断 任何给他们送帮助的这个程序 不过如果 如果我们不尽快地得到更多的批准的话 我们有可能有一个泡沫 我们有可能有一段时间 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送更多的武器 好问一下乌克兰 那今天土耳其的总统说 他不支持芬兰还有瑞典加入北约 那我想问一下 现在有没有任何物交大楼 还有土耳其的沟通呢 在之后沟通过 那第二 这个 奥斯坦官员他有没有一个回应 他有没有比较失望 就是应该美国的一个盟友说 他不希望芬兰瑞典加入土耳其 那你要问这个问题 你要问一下土耳其的人 就是关于他总统所说的话 那我们说的是一个土耳其所说的一句话 那我想问美国 还有没有觉得土耳其是北约的一个出色的搭档呢 当然当然 土耳其还是北约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搭档 这个没有改变 他们还是北约的一个盟友 你看 他们是帮助我们 让俄罗斯跟乌克兰进行沟通 而且 他们给乌克兰送了一些帮助 所以我们没有改变说 他们在北约这个联盟之内的一个姿势 我想跟大家就是在这重复一下 Christina 这个走廊里有个蛋糕 有个人过生日 你会告诉我们这个是有什么的一个发展 没有人邀请我去吃蛋糕 这个是你的问题吗 就是你问我关于蛋糕的问题吗 你要问一下 你要问一下其他的官员来说 不过呢 Jatsey这个人生日快乐 好 多谢你接受我的问题 我有两个问题 首先 一个国防官员说 我们现在有些证据说 有些俄罗斯当地的士兵 他们没有听指挥的命令 那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证据 而且我又追问这个问题 那我不能再说一下 战略上的一些发展 就是说俄罗斯的士兵 在当地有什么样的一个行动 我们继续看见一些信息 就是说俄罗斯并没有完全来解决他们部队 就是服从的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有些俄罗斯部队 他们当中有些问题 不过我们没有更深入的一些话题 我也不会更深入的说 不过我们就学了 你看现在我们的事情 不过我们的问题 就要做一些 比如说俄罗斯的士兵 你都不在意 对我们的事 都不在意 我们是这样的事 我们做到最炫的事情 都不在意 但也是 不在意 是 出门会 就能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